对话的特别策划 直击复工产业第一线 疫情期间呢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宅在家中 出行成了非常少有的一件事 那么在这样的一段特殊的日子当中 汽车人他们在想一些什么 他们在做一些什么 我们今天马上要连线的是 吉利控股集团的董事长 李舒福先生 李董你好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啊 见您一面 不容易不容易 还好有这样的云端相见 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见了啊 你整个的疫情期间过得还好吗 我这几个月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工作 在线办公出学的次数还是很少的 还好在线办公 这个疫情影响很大 你说这个影响很大 指的是对个人的影响很大 还是对企业的影响很大 正常的经济活动 企业运转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很不方便了 其实这个不光是您一个人的感受 实际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 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的企业 他们都用一个男字来形容自己当前的困境 但是我在查看资料的时候 突然发现你是挺有先见之明的 因为在2019年吉利的财报当中 您就提到2020年有可能是集团面临的最难的一年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测 那今天当我们真正的走进了2020年 在开局的这几个月受到的疫情影响 到底对吉利来说有多难 一言难尽是吧 总书记也有预言 世界将面临一场大的变局 当然也不知道 这个变局是因为一个病毒 所以在党中央集中同意领导下 各省市共同努力下 现在中国这个疫情呢 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 所以还得要感谢党和政府精准事策 感谢奋斗的抗疫医院的医生 医疗推队 大家的艰辛的工作 吉利也始终把员工的健康 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组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 集团总部园区呢 已经于2月10号就开始复工了 整座制造工厂的话呢 也于2月15号就是落续的复工了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吉利在宁波时期的一个工厂 我今天专门从杭州改过来 我早上6点钟就起床改了这 大点好几个小时 接受你的联系 谢谢 非常辛苦 在这么难的岁月当中 您又如此辛苦的来到了全新的工厂当中 我觉得特别感谢您对我们今天直播连线的这份支持 刚才你提到从2月10号开始 其实厂区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复工和复产了 对很多回家过年的人来说 要返回工厂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企业 他们为了复工复产啊 实行了三包 所谓的这三包呢 就包括了包汽车 包列车 包飞机 把员工从当地拉回到自己的企业所在地 我们知道吉利是不是也做了这样的相应的三包的工作 我们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还是确实是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正在积极的带动这个上下有产业链 协同复工复产 这个把维护这个吉利全球产业链的稳定 作为疫情期间的一个重要使命 我们要打好这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它运转 为我国经济保持增长 助力信心和动力 那目前来讲呢 这个中堆销售系统也基本复工 销量也卓越的这个回升 那这个三包的话呢 我们一开始就在进行 包括这个叔叔啊 包括员工的这个交通啊 以及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啊 食堂啊 车间啊 这个消毒等各方面 我们都在 都已经做好了非常严密的这个准备和把关工作 所以这方面是最基本的工作 这个关系成案 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员工也都很努力的采加这一场疫情的斗志 所以你们做的其实超出了刚才我们列举的三包 可能有更多的包在保护着我们这些员工的身体健康 刚才您提到的是国内的生产线的部分 实际上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来讲 我们关注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国内的这部分 包括是中国以外的这些厂区也好 实验室也好 那现在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全球的这个企业 尤其是汽车企业受这一场疫情的影响 确实是肆无前例的 其实吉利在全球的这个工厂 基本上都暂时的停下来了 在美国的在英国的在比利时 还有瑞典这些车企业也都暂时的停下来了 当然现在西方国家应对这一场疫情 也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 总结了一些经验 我们认为很快能够得到前去 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会有一些异样 因为一直以来你看对您来说 是一个开足的马力向前奔的一辆车 现在突然间不得不因为外部的原因 我们得放慢了速度 甚至是完全停止了前行 那对您来说 这种感觉会让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压力 这个我们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 就是灭对困难 灭对问题 要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要杂入给予迎接挑战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汽车产业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 是制造业制防 是实际经济的一个制作产业 所以它的产业链确实非常差 那么极力这个国内的供应链风险呢 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管控 供应商呢已经全部的返港复工了 产能也稳步的爬升 但是呢 国外像欧美日海东南亚等国家的一部分零部件 还有一些原材料 在供应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 那么原来也没有考虑到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有一些零部件还是进口的 那么这些困难我们现在都在克服和解决 所以作为汽车工业来讲 中国的汽车工业如何在一些零部件方面 进口更好的实现本土化 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 形成上下游产业链 这个竞争的一些优势 这才能真正的为中国汽车工业 更好发展 可持续发展 这是贡献 这个可能是目前摆在我们所有车企面前的一道考题 因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车企来说 有些困难我们是有主动权 我们是可以去解决的 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 对于供应链的停工 导致了一些零部件的断供 这些有的时候是我们无法去控制的一些困难发生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困难 您对整个行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整个汽车行业从过去 这一百多年的实践和发展 尤其是最近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化 这个竞争当中的话 确实汽车行业发生了快速的变化 但是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来到经济全球化 投资贸易自由化 这样的战略思考 在推进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但是通过这次疫情以后 我看世界各国 尤其是汽车行业 可能会有一些战略上的考量 我认为像中国汽车工业 也应该要以这方面的思考 当这个世界经济运转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如何实现零部件 本土化的这个及时的调整 尤其这些核心零部件和约材料 必须要加大研发力度 要确保市场供应 把消费者这个收益 那短时期内这个问题 会不会对我们的生产和发展有影响呢 尤其是在供货的时间上 在质量的保障上等等方面 就是因为零部件 你需要临时来更换一些供应商 会不会导致我们车企的生产因此 受到一些影响 这一定是有影响的 就看什么零部件 有些零部件影响的时间会长一点 有一些零部件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得到体备 气策零部件太多了 这个情节上万零部件 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 这方面吉利做好的准备吗 我们现在解决的都是不错的 现在吉利基本上已经全没恢复生产了 这的确是让大家看到了信心 也看到了希望 很多的汽车企业在疫情期间 他们也对自己的发展方向 做了一些微调 比如说在很多的新闻媒体报道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汽车企业 他们转型开始生产口罩 也有一些汽车企业 他们转型生产了呼吸机 你比如说特斯拉 但是在这些汽车的企业名单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吉利 好像你们在这方面没什么动作 是觉得不想去做这些事是吗 我们有动作的 我们其实都研究了 包括对呼吸机的研究 口罩我们也有 我们有口罩工产 但这个我们都自己用的 我们不是说去做这个 就是悄悄的生产 没有做宣传 我们都自己内部用 呼吸机也一样 我们也都研究 但这个东西需要认证 需要身材许口 以及各种各样的手续 这个从技术本身来讲 不难 我们要生产呼吸机是很容易的 可是这个认证工作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些我们也都在做 其实转型去做这些东西 是很容易的事 它科技海量不高 可是你要实现财业化的话 在汽车的车身本体上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 什么样的新的调试 或者是新的调整 所以这次我们就把汽车 本身实现病毒的顾虑 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 坐在车子里边 也戴口罩 这个确实是我们不愿意开到的 所以我们就投入了 非常大的资金和人力 科技力量 就把汽车本身 要实现这个病毒顾虑的功能 我们叫全方位的 这个健康汽车的研发工作 就把我们戴在脸上的口罩 现在开始戴到了汽车上 那这个口罩车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能够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健康 这就是我们这个车子的话 你现在如果坐在我们 现在生产这个车子里边的话 你外面的病毒 它就进不来了 这一点是能做得到的 所以这种防毒功能 这是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标准 也达到了这个N95这个口罩 一样的标准 这是车规级的标准 那这个我们现在也经过了 这个中国啊 德国啊 以及一些医学机构的认证 这个到已经做到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打遍上头彩了 而且这个吉利的汽车车组 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世界市地区 百个的这个老车啊 也都可以换成这样 N95标准的这个顾虑章子 这个就是你坐在车子里边 就没有必要戴口罩了 我们这个车子本身就有这种口罩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对生命的尊重 以前对于车企来说 大家更多的强调的是自己的速度啊 安全啊 驾驶感啊 环保啊等等 但是从现在开始 似乎健康这个概念 也应该更多的加入到 我们汽车本身的这个品质提升过程当中 未来它会成为一个趋势吗 那确实是一个大的趋势 尤其这次疫情以后啊 大家对于安全和健康啊 是特别的这个关注了 其实呢 这个健康啊 也是安全的一个图层部分 所以未来的汽车 将是由安全健康 人车交互构成的 这样的一个智能移动共同体 我们呢 就是要为汽车用户啊 这个提供啊 这一种生命健康的保驾部 对车企来说啊 因为疫情的影响 现在可能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有人说它处在冬天 有人说它处在春天 也有人说它处在夏天 怎么讲呢 因为疫情的影响 你看我们大家都宅在家里 包括您刚才也说 几乎很少出门 所以也就意味着 我们对车的需求 比原来好像降低了一些 所以有人担心 汽车企业未来销量堪忧 但与此同时呢 另外一种声音也告诉我们 正因为大家对自己健康的 更多的关注 我们出行的时候 更多的愿意选择 自己的车 自己的交通工具 而不愿意去乘坐 公共的交通工具 所以汽车的销量 可能会上升 那以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到底哪一种观点 可能会更有道理一些 现在的车企到底处在 四季当中的哪个季节 这个就要看汽车科技的发展 这两个声音都是有道理的 关键还是要看汽车公司 如何创造奇迹 我们认为未来的汽车 它当然是全面电动化 智能化 它会成为智能空间的一个移动终端 一定能够帮助主人 解决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这个汽车车主 它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那作为汽车公司 如何帮助解决这种担忧 所以以后的汽车 它不要会自由飞翔 垂直起降 这个帮助主人 这个解决好多困难问题 它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秘书 保镖 还可以帮你消费 债钱 动你开心 聊天 这个各种各样的想象 都可以通过汽车去实现 比方说现在拥有辆车子 很烦恼 你要去洗车 要保养 要买养路费 什么保鞋 这些东西 进入汽车它都自己去解决了 它自己去洗车 自己去保养 所有这一切 都需要我们加大科技投入 这就需要发扬科学精神 要不断地接触技术数据 不断地寻求技术突破 培养人才 加大研发投入 所以这样 要通过这种实践和探索 科技水平的提升 来优化 这个汽车的 这个 这个 各种系统规划 要从根本上 来 提升这个 核心科技 来解决 你刚才讲的 有些用户认为 这个 金河多宅在家里了 不要愁了 有些人认为 需要个性化的汽车 它必须是个性化的出行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 还要在汽车公司本身 方面来寻找投入 我们的这个方面 确实投入了大量的 做好的准备 每多这个消费 这种新的消费需求 其实确实 现在我们在提到汽车的时候 你很难再用传统的一个汽车的概念 去界定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汽车 以及我们想要拥有的汽车 正像你所说的 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把汽车当做了 以人为本的一个终端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很多 我们想要做的事 这样的一个趋势 在过去这十年当中 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为什么会提到一个十年的概念 因为我知道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二十八号 其实也是我们吉利并购沃尔沃 十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十年汽车产业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在您的眼睛 这个吉利并购沃尔沃 等于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等于于中国开放的市场 和新兴向荣的经济前景 很多人和我说 这个吉利并购沃尔沃 其作公司就是一个奇迹 其实我想说 这也不是什么奇迹 只要看准了方向 尊重客户过滤 然后杂杂实实的去实践 推进去努力 老老实实干活 这个结果是自来而来的 所以吉利并购沃尔沃 其作公司这十年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美美与共的过程 沃尔沃在汽车行业 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 一个品牌 一个汽车公司 我们当初就为沃尔沃 制定了放货归塞的 这样一个战略 让它找回自我 重新回到自己的塞头 找回自己的市场份额 恢复往日的雄风 这十年来 沃尔沃的全球销量 就翻了一翻 中国这个销量 是原来的五倍 欧美市场全面增长 这个对吉利来说 实现了这个 人才和技术上的投资 特别是双方合作 成立了这个 这个吉利欧洲研发中心 我们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这个成功开发了 这个CMA 中介绍的基础架部公困 将吉利整体整体的这个研发实力 推向了一个世界级的水平 所以这十年来 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 也是中国消费在 这个非常切实的受益了 从中分享了 制作品牌 汽车发展的这个红利 如果没有制作品牌的话 这个汽车价格是降不到 今天这个样子的 想想看 十年之前 买一辆车子 都是都是亲郎儿子 都是像收视频一样的 现在 所以这样的话呢 通过制作品牌的努力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让中国消费者 能够真正享受到 这个超越合资品牌的 这个技术和产品 而价格呢 又比较公道 服务 又本土化 就是真正实现了 物创守值 我看今后的话 中国汽车就像这个电视机 电冰箱 家用电机一样的 无论中国汽车 一定是 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浪消费者 感觉到惊喜 价格越来越亲民 对 极其平革 这十年 最重要的启示 就是我们要 依法合国 公平透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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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不要玩小聪明 这个 玩小聪明 没有出路 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 任何的小聪明 都有可能变成 非常严重的问题 产生严重的货果 因此 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 做人啊 还是要实在一点 比较好 这个 这个成果 它自来就会产生 第二的话呢 就是对创新的高度重视 这个创新很重要 中国初期 要想这个 采与全球竞争 必须要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 工程能力 设计能力 必须要掌握这个核心科技 否则的话 就没有话语学 更加不会受人尊重 所以 我们还得做的一个叫 全球型的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并购啊 这是第一步 相互融合 才是关键 就跨国经营 与全球发展 必须是 相互尊重 不服分色 人种 不分语言 语种 都是为了一个 共同的商业理想 共同的商业追求 而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 所以这样一点一点的 这十年的时间 也证明了 我们的这些理念 还是比较正确的 十年前的并购之举 在十年当中实现了多方的共赢 吉利收购沃尔沃这十年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仅出现在 您刚才提到的企业层面 细心的网友发现在您的身上 其实也有这样的变化 就在几天前 也就是四月七号 福布斯发布了2020年度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在这个榜单上 他们看到了您的名字 您是少有的 身价超过百亿美元的 中国汽车企业家 你看到这个榜单了吗 你当时看到它的时候 心情是激动呢 还是平静呢 我没有看到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无聊的 我从来都不看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哪里看 但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人家的事情 你是福布斯的榜单 他要做生意 他要拿人家去做生意 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些东西 当一件事情 我基本上不看这些东西 我没看这些东西 这跟过去十年 你的奋斗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不会把它列为自己的奋斗成果之一 对吗 对 我是追求的是一种科技的脱扑 用户的满意 以及我们的这个产业包裹的一种理想的实现 我们没有考虑其他的 我们的一切 我们从这个进入这个经济活动这一天开始 到今天我没有从公司里面分钱啊 变现啊从来没有过 我们不想这些事情 我们就是说如何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个商业理想和这个产业报告 就是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思想啊灵魂啊高度的都集中这个这个研发创新啊 以及提高这个用户的满意度啊消费体验啊这个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这个推动这个行业发展 就是都在想这些事情 就你刚才说的 刚才这个事情的话呢 平常也有人在说 但是我真的是不是很关心 我觉得这是一件 从整个社会来讲的话 一天到晚的讲这个富豪宝 那个富豪宝啊 这个对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和谐发展是很不利的 那么从企业本身来讲的话 这个使命不在这儿 从我自身来讲的话 这个关注点也不在这儿 所以这个我终于看到了 从我跟您的接触来看呢 我也觉得说财富一直都没有在您的考虑之列 每一次跟您的对话 其实都和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科技的发展产业的发展 接下来有一个话题 应该也在您的深度的思考当中 那就是全球化 因为从十年前并购沃尔沃开始 我相信全球化就一直伴随着您的整个的企业发展历程 因为疫情的影响 大家对于全球化有两种看法 一种呢 认为现在全球化被按下了暂停键 因为各个国家之间 他们的经贸往来已经大大的缩小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顺畅的进行 全球之间的资源的匹配也好 或者是经贸的往来也好 另外一种说法呢 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全球化被按下了快进键 因为人们在疫情面前有一个共识 就是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 才能够共同的战胜这个疫情 所以对于全球化的两种看法 我不知道您会站哪一边 2020年也就是今年 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遇到非常困难的 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个呢 我去年的时候就说过了 当然这个时候疫情还没有产生 现在疫情产生了就更难了 这是经济全球化 进一步对冲的一年 这两种不同理念的对冲 我觉得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它最终可能会找到一种平衡 但这种平衡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 我现在还很难去做一个预测 在寻找这个平衡叠的 在寻找这个平衡叠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隐藏着各种国家的这种变局 这个全球格局将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巨大的变化 当来有巨大挑战 那同时因为挑战的存在也会产生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去面对这种变化 如果能够在全球化 逆全球化 这样两种不同理念的对冲过程当中 找到我们自身的发展空间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这是摆在每一个资历于全球化发展企业面前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说的问题 如何既符合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符合不同国家的这种战略 我们要与他们进行对接 同时又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取得发展 这需要大家不断的实践和态度 一步一步的调整 我们也要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这次疫情也告诉我们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的 这是一个客国现实 我们肯定不能回避 我始终是一个开放的全球主义者 我支持全球自由贸易 因为只有自由贸易 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 反对狭义的民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赞成中国汽车工业要更加开放 鼓励中国汽车工业更好的走向实践 这当然是我的理想 现实我理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汽车这个行业 一定是一个全球化的行业 极力通过引进来走出去 开着战略性的一种 海外的并购与投资 提升全球资源的这种配置效率 实现共同发展 这个我们正在实践和探索的构成 我们还要身体力行的采用这个全球化 要真正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竞争格局 通过协同分享 再令技术制造点 这个是汽车行业的特点 我们都在努力的拼搏 天天为此呼吁这个身体力行 但是当今所灭对的这个现实呢 逆确确化的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如何的取得生存啊 发展啊 还需要分一分工夫 您刚才提到理想跟现实之间往往会有一定的距离 一方面呢 我们会充满信心的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但另一方面呢 也不得不为现实 甚至有可能是残酷的现实 来做一些心理上的准备和行动上的准备 就拿全球化来说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逆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但是目前呢 我们需要为此做的准备 你觉得是哪些方面 尤其对于中国的车企来说 吉利呢始终坚持啊 以下四点 第一呢 就是科技为本 创新发展 第二呢 还要继续的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 第三呢 就是要坚持人才培养 依人为本 权劣工匠精神 第四就是以市场为导向 用户为中心 这是始终不变的 持续的为用户创造价值 这是吉利持续赢得未来的这个关键 只有持续的创新 才能带动啊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也只有 形成制度创新能力 全面掌握核心科技 才能对世界汽车工业有更大的贡献 才能得到全球同行和用户的这个尊重 我相信关心吉利发展的朋友 现在应该会非常的欣慰 因为他们从您刚才的这些讲述当中看到 我们已经为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 做好了充分的一些准备 也期待着未来我们可以越来越顺利 那我们除了关注未来 也来关注现在 我们知道您此刻呢 就是在于瑶的一家工厂的现场 因为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带着网友 来看一看吉利复工复产的整个的情况 所以有没有一些生产线上的亮点 或者是车间当中的亮点 你愿意在这一刻提前介绍给我们的网友 让大家稍后注意观看 这个亮点很多 这个工厂的亮点 从工厂的规划 本身就是一个亮点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工厂 总结全球各个汽车工厂的优点 极各大优点为一个企业的 这样的一个特征 还有的话那设备 都是全世界最新的科技结晶 最好的设备 埃装的这个工厂 还有这个产品 也是吉利和沃洛洛 联合开发的技术架构的技术上面 研发的一个非常有特别的这个产品 无论是工厂设备 还是裁品 还是管理 从各方面来讲 这都是非常的令人这个兴奋的 我们在这个这个裁品 就是这个工厂的这个规划的时候 尤其考虑到它的生态 一座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友好的这个生态工厂 在这个地方就体现的是非常这个到位的 这能源利用效率 以及噪音排放方面 实现了高标准的控制 最大限度的这个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企业受个责任的体现 在刚才我们连线之前 吉利的员工非常自豪的告诉我说 你应该到我们的这座超级工厂来看一看 所谓超级这两个字 到底在哪些方面会有体现 超级 这个超级当然全面的超级 设备的超级 财务的超级 工厂规划的超级 就方方面面都很超级 当然有人说机器人都自动化程度高 自动化率高 这也算是超级之一 当然这座工厂的自动化率 对自动化率很高 进来以后静悄悄几乎没人 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迷信 工业4.0无灯工厂 我想在这座工厂里边 基本上都已经体现出来了 李总的这份信心 更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如此全方位的超级 到底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种态势 我想我们现在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 不过在请大家去看之前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也要请李总来披露一下 吉利一直都非常的低调 像之前我们并不知道 你们已经在生产口罩 呼吸机 哪怕他没有对外销售 包括此刻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了抗击疫情 李总还亲自写了一首歌 来献给整个的抗击疫情过程当中的 奉献者献给这些英雄们 李总透露一下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这疫情期间 我在家里边确实有时候也会比较写的 所以这就是我写的叫做笑容依然灿烂 笑容依然灿烂 这大概是在春节期间 什么的吧 春节在家里 宅在家里边的话 确实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严峻的 大家都隔离 我叫隔离外重天 像一张欧梦一样 但是欧梦现在已经醒来了 世界充满期待 昨日一切化为成为 结强美丽 忽惠人家 笑容依然灿烂 本来就是谢给武汉的 一开始我想这个武汉叫这个坚强的武汉 后来改了一下叫笑容依然灿烂 所以这首歌词当时也可以送给你 也送给所有的中国人 祝大家笑容依然灿烂 我们都收到了 听说您的这首词也被谱曲 写成了一首歌 你会唱这首歌吗 我不唱 只会写不会唱 你们唱吧 那我们到时候来学一学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总 坚强美丽呼唤人间 笑容依然灿烂 愿我们在度过疫情之后 用这样灿烂的心情 去迎接我们的复工复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极力的车间和生产线 来感受一下复工复产的活力 好 谢谢李总 再见 谢谢你 再见